记得初三那年,准备趁着暑假出去打工挣点生活费,没想到正好有一个以前的同学找到我,说他知道有个地方工作很好,工资高还很轻松,最主要的是包吃包住,我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想也没想就跟着他去了。 到了地方才发现,公司在一个小居民楼里,当一进去就看到有好几个人站在门口欢迎我,看到这里的人这么热情,我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领头的经理一直给我洗脑。 到了这里就是一家人了,别人我都不告诉他们,咱们公司的产品都是大清皇帝宫廷运用的,原价881套的,但是看在家人的面子上,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今天一套只要250元,并且限量只卖三套。 还说让我也拉人进来,都是家人一起发财,呀呀个呸的,我还以为是来挣钱的,结果被人拉来发展了,这纯纯就是一个传销组织啊,但是想逃跑也是不可能的。 据我观察,这个小居民楼附近荒无人烟,而且不管我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好吧,既来之则安之,索性就不想那么多了,于是我就每天吃饭睡觉上厕所,其他什么事也不想,他们给我上课洗脑,我就跟旁边与同事搭讪聊天,经理看我越来越不顺眼,我说你小子能不能少吃点,其他人都不够吃了,咱们现在是创业阶段,家人要一起同甘共苦的。 呵呵,他越是这样说,我吃的就越多,没过多久我就胖了一圈,经理多次找我谈话让我赶紧拉人,我就卖惨,说我从小就跟父母走丢了,无依无靠也没有什么朋友,说到动情处还忍不住甩两下大鼻涕,就这样过了几天,经理再也不愿意搭理我了,而我也成了这个组织的一类, 再加上从进入这个组织之后,我就再也没洗过脑,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异味,终于他们忍不可忍,趁着一天夜里叫了两个人把我扔上了一辆面包车,然后直接拉着我往外跑,我以为他们要把我杀了,吓得我嗷嗷乱叫,车开了一段时间,突然停了, 那个经理一脚把我从车上踹了下去,大骂道,傻叉,滚,你已经被开除了,以后别让我在传销界再看到你,说完钻上车门就走了,天哪,我竟然被一个传销组织开除了,这对年少无知,清纯懵懂的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啊,于是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去报了警,直接把这个窝点给端了,我真是太他妈机智了,我是王金条,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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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三年级的一个夏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二狗爹洗脸洗脚都用一条毛巾,二狗爹脸上竟然得了脚气,尤其是眼睛,经常骚痒难耐,越痒越柔,越柔越痒,后来整得双眼通红,就像开了血轮眼一样,二狗爹被这脚气眼病折磨得生无可恋,于是叫来二狗,从袜子里抠出, 已经包将的3.14元 让二狗去镇上的诊所里 给他买瓶眼药水 说剩下的钱 就当是二狗的跑腿费 二狗一听 满口答应 心想终于可以买辣条吃了 屁滚尿流的就往镇上跑 刚到半路 二狗突然想到 刚才光想着买辣条了 老爹说的眼药水 是什么样的根本没记住 就记得他说是一个小瓶子的药 于是二狗就来找我 我一听是小瓶子的药 用来直养的 心里大概有了八成的把握 我对二狗说 兄弟 这要我家旧有 你就别花冤枉钱了 咱俩拿着钱买辣条吃 它不香吗 说着我就找来一瓶风油精 给了二狗 小瓶子的 直养的 完全符合二狗描述的样子 然后我们两个 就去享受了一回辣条自由 二狗回到家 手上还沾着辣条上的辣油 赶紧拿毛巾擦了擦 然后拿出药水 对老爹说 爹你躺好 我给你上药吧 二狗爹一听 直夸二狗 我的好大儿长大了 知道孝顺爹了 说着 二狗就拿出了小绿瓶 对准眼睛 一滴脆绿色的风油精 就滴进了二狗爹的眼睛里 接着就看二狗爹前一秒 还十分安详 下一秒突然就变得 猙獰 且狂躁 整个人开始疯狂的摇晃着脑袋 速度越来越快 不停的摇 不停的晃 嘴里还发出阵阵惨叫 不停的嚷着 好凉 好凉 疼死我了 啊啊 一旁的二狗看着 也是一脸懵逼 但是转念一想 这应该是眼药水 发挥功效了 再进行治疗 于是就在一边喊道 老爹加油 老爹坚持住 二狗爹疼的嗷嗷大叫 到顶点时 又突然收声 身子猛然一停 就不省人事了 二狗一看老爹 满脸鼻涕眼泪 就去拿毛巾 想给老爹擦擦眼睛 但是慌乱中忘记了 刚才用毛巾擦了手上的蜡油 只见二狗爹 突然又身子一挺 脸上青筋爆起 直接跳到半空 然后四肢着地 瞬间破门而出 从此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昨天我跟二狗 去一家饭店吃饭 再喝了一大杯 冰震快乐水后 突然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 然后就去卫生间释放 没想到这家饭店的卫生间里 用的是新款的智能马桶 我也没见过这新玩意 研究了半天 也不知道怎么打开马桶盖 嗨Siri 芝麻开门 巴拉拉能量 代表月亮消灭你 我是要做海贼王的男人 什么口号都用过了 就是打不开 可逐渐逼近的使忆 已经刻不容缓 没办法 我只能拉在了马桶盖上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我解决完后 正在想办法怎么清理 突然看见马桶边上有一个小按钮 我一按 卧槽 马桶盖瞬间弹开 弹力大道把我刚拉的响 直接拍到了天花板上 雪白的天花板上 开出了一朵绚烂的屎花 我去 这可怎么弄 没办法 我喊来了服务员 我说 兄弟 给你两百 你想办法把这清理干净 服务员看了看天花板 一脸蒙逼 大哥等一下 这里我会清理 钱不是问题 主要是想学一门技术 你再给我表演一下 你哥们是怎么把翔 给我拉到天花板上的 记得我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人贩子特别多 我们这边都管他们叫拍花的 经常听说有小孩子 会拐狗的情况 老师也让我们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 因为三十多岁的阿姨 突然走过来 跟我说她有很多零食 要我跟她一起走 我心想 什么都比不上 小麦布的辣条好吃 就说村口小麦布就有零食 咱们就到那吃吧 那人纠结了一下 就点头答应了 到了小麦布 我也不客气 直接掀掉了 三百一十四包辣条 甜甜肚子 一顿胡吃海塞 好不痛快 那人心疼的 付完前后跟我说 小朋友 我们走吧 阿姨那还有很多好吃的 我摆了白手说 今天吃饱了就不去了 那人付完 脸上一顿变色 气急败坏的说 你吃也吃了 我花也花了 去不去可就由不得你了 说完就一把抱起我 往村外跑 我心想 这要是被抓走了 这辈子就不知道 还能不能回来了 就赶紧跟她说 等等等一下 我有个朋友 就在这附近 他也很喜欢吃零食 我可以叫他一起去吗 那人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 竟然还有拐一赠一活动 当下就答应让我把朋友也叫来 我屁滚尿流的就往回跑 只想赶紧回家躲起来 没想到刚过了拐角 就被一个壮汉撞倒了 我刚爬起来 就听他说到 小朋友 叔叔家里有很多糖 你要不要跟叔叔一起去吃啊 听着这熟悉的台词 我心里一万只草泥马路过 一天碰到两个人贩子 难道今天真的难逃一拐了吗 但是就在这紧急关头 智慧的光芒照料了我 于是我张口说道 糖就不吃了 叔叔你是单身吗 他愣了一下 然后老脸一红 勉腆地点了点头 我一看有戏 接着说 我有一个姐姐也还没结婚 那长的你就别管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壮汉一看 有这好事 激动地拍手说好 然后塞给我3.14块糖 我收下糖说道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我去买几个橘子 不是我去叫我姐过来 说完我就跑回去 跟之前那个女的说 我朋友的爹有点不放心 说要看到人 才让他跟我一起去 他就在这个拐角的地方等着 你去跟他说一声就可以了 那人高兴地满口答应 然后跟我一起来到壮汉面前 他俩见了面 我拔腿就跑 女人贩子见我要跑 就滚背来追 结果被壮汉一把抱住 直接往村外跑去 各位小朋友 如果有陌生人突然出现病套进户 请一定要提高警惕 遇到可疑人员 要立刻报警 或者求助他人哦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吗吗吗吗吗 吗吗吗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